他跟我建立縫隙以後 我才被允許到他的外交部去 以前我是不能進去的 後來才進去 後來這個是我在哪裡 這是我在西部澳大利亞的 那個綜藝會裡面 我去參訪的時候 這個是周議員帶我到 那個綜藝會議長的那個地方 我們就照了一張照片 這個其實我們都是在外交官員 必須要做多方面 外交官員必須要 要替國家跟對方的關係 雖然我們跟他有外交關係 但是你要把他 建立一些準外交關係 什麼叫準外交關係 像這個就是現在你看到的 這一位年輕朋友 長得很帥氣的人 澳大利亞的官方部長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雙方通航 澳大利亞航空公司到台灣 我們的航空公司去那邊 所以我們雙方通航 這個官方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當時特別去拜會 那這是我台灣的這個 政策參試 這個是我的經濟參試 這個是他們的運輸部長 我們去拜會他的運輸部長 欸我跟他沒有外交關係 但是我們怎麼樣 他們在國會都有一個 部長辦公室的那個辦公室 我沒有到他的運輸部裡面去拜會 為什麼 因為我跟他們沒有外交關係 我怕中共在抗議的話 大家會不會愉快 所以我到他的國會 那個部長的國會 有一個辦公室 因為你知道 這些叫做議會制的國家 國會制的國家 他們現在國會裡面有辦事選 這個是他們的商業部長 那我跟他們商業部長 欸你知道 這個商業部長很聰明 有點像那個鄧小平 武短身材 一般老師的身材 在他們外國人裡面 不算高的 結果他比我還還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因為你看 剛剛看前面幾張 都市場就有報應了 到這邊來居然 欸有一位都小 但是這個人很聰明 他跟台灣的關係 他覺得台灣很厲害 希望加強多部的關係 那這種 這種部長 我們當然要跟他維持 更好的關係 好 除了你去拜會 對方政府的官員 很高層的官員之外 有個時候我們台灣 去訪問的團體 你必須要接待啊 我只是隨便舉幾個例子 讓你們知道 這個是台大當時的 校長陳維蕉 你們看到沒有 他是帶著這個 校長團 跟澳大利亞 要發展這個 學校的大學之間 往來的關係 這個是鄭大的 當時張金玉校長 這個是陳大的校長 這個是好像中原大學的校長 這個是中原大學的校長 這個是中原大學的校長 這個是好像 那個時候 軟校長 不知道哪一個校長 好像交大還是清大的校長 然後 他們去那邊訪問 去那邊訪問 所以我們在國會的前面 廣場去接待他們 這個是當時 老委會的 也是部長級 老委會的 這個 這個 那個 後來現在 在當那個職棒的 那個 那趙索佑 對 這個是我們 經濟部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次長 跟對方 能源部的 部長 大家雙方在簽 一個 雖然我們跟他六話就關心 但是有相當的 政府間的一個東西 我還是可以簽的 但是那個名稱 不是叫條約 不是叫 名稱 極奇怪怪的 但是功能都是一樣的 好 這個是 當時我在那邊的時候 一個重大的突破 什麼叫重大的突破 那個時候的 吳伯雄是內政部長 那個時候 內政部長去訪問的時候 對我們跟他的關係 是很大的一個提升 我們的部長 如果讓我們去訪問 你要知道 他去訪問的時候 並沒有機密的 所以是公開的 那雖然公開 但是我要知道 那個分寸在哪裡 因為我如果做過頭的話 中共如果被他抗議 對我們不好 所以我們都是很低姿態 但是他已經可以去訪問 所以你看這張照片 就可以證明 當時的吳伯羅茂 坐在這裡 那時候我們介紹他 跟僑胞 當時我們歡迎他的時候 那時候是 李登輝的時代 蘆熊特地的情況 蕎麥廠 現在我們的副總統 當時是經濟部長 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搬到 那個坎雷拉 沒有搬到他們精神的時候 他去訪問 我們去訪問 蕎麥廠當時是經濟部長 去訪問的時候 我們特別為了他 他也辦出一個九會來 翻新一個全會來 好 這個 左邊這個人 很多人都認識 你們知道 以前 老一代的人 古正剛也都認識了 對不對 古正剛是我們四盟的那個 這個就是 一個世界反共聯盟 現在大家不叫 因為 副團主盟都慢慢放棄 所以這個聯盟實力很小 以前老的時候 我們在反共的時候 這個很有力量的一個 等於幫助外交的一個團體 他是四盟總會的會長 我當時安排了去見 澳大利亞下議院的議長 已經見到議長 在他的房間接待我們 不錯 這個畢竟四盟總會的會長 是一個民間 是一個所謂NGO 原來NGO的性質 重要的是這張照片 你們看到沒有 這張照片是我們 現在是王清平 那個時候是副院長 當時的劉松 他是院長 這個時候還是 他是立法委員 我們已經安排他 我們的立法院長 副院長 去看他的 下議院的 這個不容易 我跟你講 我們跟他六合交關係 我在那邊 從一個 演員開始做做做做做 做到關係 爬起來 這個是 這個是 我需要跟你們講一下 這一段 是 假定今天你們知道的 中共的英國人 這是我第一仗 跟中共在那邊 廝殺的第一仗 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們派駐的人員 姿態動向低 我去了以後 我拉舉到 那個天氣已經到了 climate已經到了 我覺得開始 我們姿態變得很高一點 所以我就特別 主動的跟我們的僑寶講 如果你們有活動的話 你讓我去參加 中共的人在 我也照樣去參加 我這樣講 你們能夠理解嗎 因為中共在的時候 他本來就有互交關係 我們是noban 我們什麼都沒有 如果我能夠跟他平起平坐 我這樣問你們一個數學問題 這樣難道對我們沒有加分嗎 你會加分 我嗎 你就馬上點頭 對不對 所以當時我就講 你看我當時坐的座位 很有意思 我坐在這裡 對不對 這個就是剛才你們還記得嗎 我們那個在那個 那個移民部長 當時我邀請他們 上台的那個移民部長 那個時候 我還可以邀請他 因為他用手 你們看這個地方 有一個 黃總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黃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是中國大陸 派在那個地方的總領事 派在Mailman的總領事 以前他參加新春團拜的時候 我個人從來不敢去跟他面對 因為什麼 這是他的場合 但是後來我的 你知道這個 這個武師團的這個團長 跟我是阿里巴里 為什麼 因為你做外交通 你要跟每個人 維持最好的關係 大家能夠 怎麼講 赤裸相見 你如果一個人 能夠大家洗溫泉在一起 脫光衣服的話 你現在看這個關係 遇到什麼程度 所以他就告訴我 他說 他說 因為我的英文名叫 他說你只要敢出面 我把我的這些 武師隊 跟在你的後面 進場 我說好啊 你的武師隊跟我進場 那這個這個這個 敲駝打鼓 我就趕進去 好 結果我們那天講好以後 我就真的進場 他們也很聰明 然後我安排在這裡 中共的那個人安排在這裡 中間是安排澳大利亞的人 然後撕隊 敲駝打鼓 然後我送進去 這個是第一場 在澳大利亞 面對面的戰爭 所以我要告訴你們 就是外交部 你們現在 變成一個外交官 膽子一個 膽大還是要心細 不要跟他打起來 星雲法師 他在美國的洛杉磯 有一個西來士 他在澳大利亞 有一個南天士 這是我宣傳很好的一個機會 我們台灣的佛教 在那邊開了一個南天士 機會又來了 我都不放過 你看 新聞報導 欣雲和尚珍 動土點旅 有很多澳大利亞官員的時候 我也被邀請在場 後來西門這個地方聽說 還有一個小小的一個 好像國光大學的一個東西 多少人我倒是沒有研究 我去那邊玩的時候 我稍微問一下 好 我們又知道給你看 這個是我當時以前 剛去的時候 在Melbourne 在南部的那個城裡面的 我們的辦事處 後來我們搬到 就是首都以後 我在首都買了一個辦公廳 就在他的觀光大廈裡面 買了一個辦公廳 跟中國大陸的大使館 可以說 沒有說遙遙相望 但是距離越來越緊 所以最妙的就是 你看我們這個 後邊的這個背景 這個地方有一個澳大利亞的國旗 這個是他們的國會 所以我的背後的這個景觀 我相信你中國大陸 派在那邊的那個景觀 還要不要來 因為我們濃郁郊地區 裡面國會可以往來 跟他的政府往來 人家一番也不要很小 國會我就把他設定在這邊去突破 所以我每天可以在這邊 望到國會 有點像惡心常態的 比你自己要應付 這個是在我們新買的坎培拉的門口 當時華僑為了讓我們搬到坎培拉去 華僑也很excited 他們也很興奮 因為我們畢竟被斷交以後 被趕離開坎培拉到南過去 現在我們能夠回去 當時有2000華僑要去慶祝我們 所以我當時把它擴大 你看 這個兩邊都是國旗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要全澳華僑 超過2000人在那邊 盛況空前 而且這個國會 這個是國會大廈 那邊2000多華僑 都是從全澳大利亞各個地方去的 所以你看到沒有 澳大利亞各個地方的華僑團 取得國旗 哎呀 當天很妙的 就是澳大利亞的那個 Radio 廣播天台有說 所以你們今天看到 市面上有很多黃面孔 你們比較驚訝 因為有很多他們在慶祝 他們台灣在辦事處 在這邊設計構的事情 也是很有面子 中國大陸的人在那邊也要接受 當時他們的就是慶祝我們的那個 這都是他們的市議員 好 我現在給你們看一些當時的簡報 當時的簡報就是 有這麼多華僑 慶祝我們在那邊 這個是 這個不是中文喔 這個是當地的報紙 Cappella Times 登出來的 我們在國會的那張照片 這個是他們的國會 一張這麼大的照片 很多國旗的照片 他們的英文報裡面報到 好 我現在要跟你講的就是 我在澳大利亞 碰到的一些事情 你們的時間到我們對不對 好 那我大概最快的辦法就要講 這個是我在他們大學裡面 那個時候 李登輝提出來 我們要進入聯合國的事情 我就在那邊辦了一次演講 你們仔細看最妙的就是什麼 這個是中國大陸派在那邊 光明日報的一個 光明世報的一個記者 坐在我旁邊 他看我最近要講什麼 最妙的就是 這邊有一個 澳大利亞的外交部的一個科長 坐在我的左手 我在那邊講 我們要清楚聯合國的事情 你看裡面很妙 中國大陸看了一個人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人很妙的 這些都是學者 裡面還有一個中國大陸來的學生 後來還問了我一個很堅困的問題 這是我剛才在講的事情 那這個我們就很快過去 這個是很妙 我在澳大利亞國會裡面 有一次在介紹我們中華國的事情 那有很多報導 而且都是 這個報導都是 星島日報的頭版頭條 這些都是頭版頭條 這個是他們的聯合國統治會報導 我們要 希望加入聯合國的事情 都是頭版頭條的事情 好這些都是 我們在澳大利亞的國會裡面的一些友人 一共有 這裡面都有92個人 92個人你們知道 澳大利亞國會裡面 最大的國會團體是美國的一個國會團體 第二大就是我們澳大利亞跟台灣的 你知道我從零做到92個人 所以這麼多這些數字你們看到的 每個人都是有名字的 上下國會議員 簽名支持我 這個是後來 有一天我在離開澳大利亞的時候 國會裡面的議員 歡送我離開 他們在那個地方舉行歡送會的時候的國會議員 這是歡送我的那個議員照片 這個都是由我的國會議員 在歡送我離開的時候的國會議員 我就不照給你們 那這是我們在那邊買的一個 買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我們辦事處 剛剛你看到的 一個就是我們在他的外交官的那個街裡面 買了一個房子 讓我們館長住在那個外交街上面 那條街上面 我的旁邊就是科倫比亞的大使館 大使的住的地方 我就買了這麼一個地方 那最後讓你看一個 我的家庭的小照 這是我的太太 這是我的兒子 這是我大女兒 這是我的二女兒 這三人 他們特別在我在澳大利亞 舉行那次重大的那個兩千人聚會的時候 特別他們從英國 趕到那邊來幫爸爸這個助政 那也讓你們看 因為外交官是很辛苦的 我跟家人都是分多俱少 那讓你們看到這個鏡頭 那我們今天也就到這裡 我們謝謝你們 超重大優術 然後我們還記得 你 跟早上去 看到 我們 你 看到